据央视军事4月11日报道 近日蛟龙突击队开展了一次特殊的夜间训练 只见蛟龙突击队数十名特战队员秘密渗透至暗潭一线 疏散隐蔽某形侦察无人机随即升空 指挥组抵近目标开展侦察 随即部署战斗任务 随后火力组迅速占领射击阵位 各行动小组在无人侦察机营道下 按照作战计划秘密潜伏至战斗发起位置 对敌目标形成合围之势 发现目标后 蛟龙突击队员举着95式自动步枪猛烈开火 火速消灭目标 以血泪不及掩耳之势拿下敌指挥塑 值得一提的是 蛟龙突击队岸上功夫好 水下功夫更好 日前海军陆战队蛟龙突击队 在某海域进行了一场贴近实战的破袭战斗游链 演练中 特战小队模拟实战环境 通过水面和水下渗透的方式 隐蔽接近目标后 迅速建立狙击阵位 并对模拟敌舰船安装爆破装置 水面突击组登岸后 在向恐怖分子营地渗透过程中 蛟龙突击队队员身份暴露 此时已秘密渗透到这个地域的火力支援小队 开始对外围兵力进行击杀 突击组在火力掩护架成功突入敌营地内 对各个房间进行清剿 待突击组成功清剿完毕 极端分子并对敌营地摧毁后 各小队搭乘坚硬组高速解击艇成功撤离 圆满完成战斗人物